三个愿望 很久以前,一个乔夫和他的妻子住在森林里。 他们很穷,但是很快乐。 乔夫非常努力地工作。 一天,他出门去砍树。 他在森林里发现了一棵很高很粗壮的大树。 正当他举起斧头砍向大树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求求你,救救我,救救我! 他很好奇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乔夫低下头,发现一棵倒下的大树下有一个精灵。 精灵的翅膀被大树压住了。 求求你,帮我离开这里,我的翅膀被压住了。 精灵恳求说。 哦,可怜的精灵。 乔夫说。 但是,我怎么能搬动这棵大树呢? 用你的斧头? 精灵告诉他。 于是,乔夫把斧头塞进倒下的树干下面,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树干提了起来。 做得好,谢谢你。 精灵说。 不用谢。 乔夫说完,打算继续工作。 我必须在天黑前,把这棵大树砍倒。 我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精灵说。 回家许三个愿望吧,这三个愿望都会实现的。 乔夫听到后,马上跑回了家。 哦,亲爱的。 他叫来妻子。 首先,做一顿美味的饭菜。 然后,我要告诉你一个惊人的好消息。 我们只剩下一点汤了。 他的妻子说。 我希望我们还能有点香肠。 突然,一串香肠出现在桌子上。 你浪费了一个愿望,你浪费了一个愿望。 哦,我希望这些香肠能堵住你的鼻子。 突然,香肠粘到了妻子的鼻子上。 呃,发生了什么事。 他大喊道。 哦,不,现在我们用掉了两个愿望。 乔夫喊道。 但是,你看起来太好笑了。 他哈哈大笑。 他的妻子生气了。 香肠,粘住了我的鼻子。 你为什么在笑? 快帮我。 啊,我希望。 不要说。 小心你要说的话,我们只剩下一个愿望了。 丈夫说。 首先,我们先把你鼻子上的香肠拿下来。 于是,他们试着把香肠从鼻子上拿下来。 他们在香肠和妻子的鼻子上涂了油。 他们拉了又拉。 但是,香肠始终粘在鼻子上。 乔夫和他的妻子很伤心。 我们该怎么办? 我本想许愿要一个大房子和很多的食物。 他说。 但是现在只剩下一个愿望了。 而我又不能让这些香肠一辈子都粘在我的鼻子上。 我们没有选择。 他的丈夫赞同道。 我们必须利用最后的愿望把香肠拿下来。 妻子感到很欣慰。 于是,他用响亮的声音说。 我希望能把香肠从我的鼻子上拿下来。 香肠马上就从他的鼻子上掉了下来。 唉,真浪费呀。 我本来想许愿要一些柴火,来让我们冬天取暖的。 乔夫说。 其实,我们在拥有那三个愿望前就很满足。 即使没有那三个愿望,我们也可以很满足。 你说得对,亲爱的。 他的妻子笑了。 我们可以永远幸福快乐。 于是,他们晚饭吃掉了那根香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